老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化问题啊 她说现在红豆山掉夜很严重 刚放寒假父母也不怎么浇水 现在很干很干 也是健干健湿 应该不是水大的原因 这个呢就缺光臭宝 红豆山这个呢是不怕晒的 在南方是可以实现地灾的 像一般在江苏地区地灾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在我们山东地区可能越冬就差那么点意思 这个主要是缺光啊臭宝 然后呢那父母时间一长时间的不浇水 他可能有些干旱 你现在即使是 健干健是老话说的好 病来如山倒 去病如抽丝 慢慢来吧抽饱 好吧 可以把那些个瘦弱的枝条捡一点 多给点光照 适当的来点肥料 很多的话我就是说 不施肥 你的话说 我一年没施肥也很正常 您别忘了哈 这个植物呢 一个月吃三到四顿饭 而咱们人呢是一天三到四顿饭 现在你12天没吃饭 一年没施肥的话 然后呢 日常的时候呢 它还有光合作用 土里面还有点营养 就像咱们人一样 还吃点零食 十来天不吃饭 肯定饿不死 但是会很瘦弱 你说等你回来了啊 天天给他做饭吃了啊 那才能慢慢的缓用过来 还得需要时间啊 对吧 不是一天的事啊 慢慢来吧抽饱 这说您好啊 请帮我看一下这本杜鹃啊 之前说的那种碱性过大的情况吗 还是得什么病了 这个就是积水欧根啊 这是积水欧根的一个体现 稍微有一些缺光 你像咱们现在冬天的这种光照呢 可以随意的晒一晒 这个没什么事啊 主要是咱们现在有点闷 我看您下边还有水呢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适用于任何法则 有的话说 杜鹃洗水 杜鹃是洗潮 喜欢空气里面潮 不是说喜欢根部 老是漏水 它的木质根虚拟 到时候烂根啊 但是下个臭板说 这个叶子有些黑了破了 有黑斑 这有事吗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说家里面有多菌磷 或者之类的那种杀菌药 应该适当的用一下 用一下 减少自己的喷水啊 尽量的不要喷水 然后呢 可以给一些光照啊 绣球花可以晒一晒光照的 不要强光暴晒 就完全ok没问题了 下个厕板说 淫叶荷荷蜓 金荷荷一叶的老黄是缺铁吗 这个地方很贫昔 您啊 每年春天的时候要进行松土拾肥 这是咱们要做的事 地灾 你以为 就全靠大自然吃饭吗 这个不行的 好吧 大自然会自己淘汰掉一些东西如果说 咱们不人为的干预 这就被淘汰了 厕板 好吧 现在天冷了 你先不用管他了 等明年春天再收拾也行 坐标浙江金花最近气温低了 看了一下这个 醋坊的这个花 这个基本上已经嫁喝西去了 没什么希望了 你别去行使它了 把这个可以倒腾出来 这个土晒一晒 留着明年春天再种种花 这个花坟留着吧 这个没戏了 下一个醋坊说 朱顶红浆下去水 广东地区12月19号种下去的 现在有一个礼拜左右 第三天发言开始算红斑 他说呢 之前淋过一些小雨 这个东西吃过纸皮洋葱吗 其实这个跟洋葱差不多啊 你淋点雨 它变色是属于很重常的一个现象 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呢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 你可以晒一晒光照啊 广东那边的话说比较热 能晒吗 这个不怕啊 尽量的减少自己淋雨 好了 绝对没什么大事啊 今天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绝不说就点个赞 这双花一 养花这双一 下集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